接着是一些考试有问过的问题 就是你那个烟是什么东西 哪凤癌 跟你讲过了 你看不到无色的气 水蒸气是无色的 所以你看不见水蒸气 那你说老师我看到那些烟啊 白白的烟啊 那些白白的烟 都是液态或者是固态 小液态或者是小固态 那就问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哪凤癌 我看不见水蒸气 你看到的白烟都是小液体 或者是小物体 哪凤癌 哪里凤癌 来热水 上面冒白烟 哪来的白烟 第一个它是小液态 它是水蒸气凝结成的小水滴 哪来的水蒸气 热水冒出来的水蒸气 所以热水冒出来的水蒸气 碰到外面的冷空气 凝结成的小水滴 就是热水上面的白烟 热水上面的白烟 是热水冒出的水蒸气 遇了凝结成的小水滴 冰块旁边也有烟啊 冰块旁边的烟哪破了 冰块旁边的烟也是小水滴 也是水蒸气凝结 哪来的水蒸气 空气的水蒸气 为什么会凝结 因为接近冰块 这里温度低 所以空气的水蒸气 接近冰块的时候 遇了凝结成的小水滴 所以刚才的热水有烟 冰块旁边有烟 热水的烟基本上朝上 是底下的热热的水 冒出的水蒸气 所以那个烟基本上朝上 冰块旁边有烟 冰块旁边的烟基本上朝下 因为它是外面的空气的水蒸气 碰到预冷凝结 所以它基本上朝下 所以两个烟的方向不一样 一个朝上后 一个往下 一个往下 OK 来 云是什么东西 这个在 这个里面地科会教 然后我们的金色 鞋色考过 问你云是什么东西 云就是小水滴或者是小冰块 液态或者是固碳 那为哪来的液态或固碳 就是空气的水气凝结成的 如果天上够了 就会变成小冰块 如果天上不够了 就是小水滴 所以是空气的水气 上升之后会降温 然后呢 就凝结 或者是凝固 那么 地科会告诉你 为什么上升的时候会降温 我们会用只知其然 不知其 所以来的方法告诉你 为什么到天上会降温 然后就所谓的饱和 然后就凝结 这个题目 学测考过 问你是云是液态 还是固态 还是气态 小水滴 或者是小冰块 我们有一个杯子里面放了冰块 不久之后 杯子的外壁 就会有一些水滴会形成 这个水滴是哪碰来的 这个水滴也是空气的水蒸气凝结 空气的水蒸气撞到杯子 杯子冷 它就预冷就凝结 变成了小水滴 所以是空气的水蒸气 接触到冰水的外壁的时候 然后预冷凝结出来的小水滴 所以就是小水滴是这样碰来 它就这样碰来 OK 这个考过很多遍 舞台上用干冰制造烟雾效果 请问那个烟雾是什么 那个干冰是固体的二氧化碳 它会升华 可是那个烟不是二氧化碳 你看不见无色的气 二氧化碳是没有颜色的 所以你看不见气态的二氧化碳 你看那个烟就是小水滴或者是小冰块 这个烟就是小水滴 这个小水滴就是空气的水蒸气凝结出的小水滴 空气的水蒸气为什么会凝结 因为冷 它为什么会冷 因为干冰升华的时候要吸热 所以会使它变冷 所以这个烟就是小水滴 海的小水滴 空气的水蒸气凝结的小水滴 空气的水蒸气预冷凝结的小水滴 它为什么会冷 因为干冰升华的时候要吸热 所以会变冷 所以会变冷 就是我们的这个题目 问你这个烟雾是什么东西烤过很多次了 这个烟雾是小水滴 不是二氧化碳 不是二氧化碳 OK 那么冬天的时候好冷好冷哦 你嘴巴一开口破梦破就好多白烟 那这个白烟是什么东西 这个白烟也是小水滴 哪来的小水滴 水蒸气凝结的小水滴 哪来的水蒸气 你嘴巴吐气的时候 吐出来的气中有所谓的水蒸气 外面的空气很冷就预冷凝结变成小水滴 所以是口里面呼吸中里面的水蒸气 遇到外面冷冷的空气的时候 预冷凝结出来的小水滴 所以这就是跟各位介绍 在日常生活中 你所看到的一些白烟是哪里蹦来的 这个在考试的时候出现过很多次 你要知道这些烟是什么东西 是哪里蹦来的 OK 这就是跟各位介绍一些白烟